双水村的夏老汉死了 这老头啊 疯疯癫癫的 老爱去村委会闹事 这村干部们都挺烦的 而村民们高兴的是 这下子 又有电影看了 这村里的规矩是 不论红是白是 一定要放一晚上的电影 其实啊 也就这么俩影片 但是在双水村 这么个落后的地方 你想看个电影 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起看电影晚饭过后 村里的空地上 挤满了观众 第一部电影播的是鬼片 很多人都被吓得惊叫起来 夏老二觉得不好看 便来到操场边 看守夏老汉的棺材 虽说村里有不少人看不起夏老汉 但这死者为大呀 为他守个夜 也是应该的 很快就看到第二部电影了 演的是抗美援朝的事 这个夏老二 感兴趣 他靠坐在棺木旁边 很快就看得入了迷 估摸着半个时辰过后 他舒服地转了个身 想换个姿势 当他看向棺材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住了 夏老汉的棺杆 被打开了 再往棺材里这么一看 里面空无一人了 这夏老二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这棺材盖子是什么时候打开的 刚才没听见任何动静 他很快摸到村长边上 低声地说 村长 夏老汉尸体不见了 村长正沉浸在电影的清洁当中 他不耐烦地挥挥手 哎呀 找找嘛 兴许是被野狗给拖走了呢 夏老二不是很满意村长这个答复 但是他却也无可奈何 离开村长 他悄悄地拉上几个汉子 分头去找尸体了 村长看着电影 手里包着花生 看得那叫一个头柱啊 在他的边上 坐着一个老头 咧着嘴巴 那双眼死死地盯着电影屏幕 这认真程度是一点也不逊色于这个村长的 不久之后 夏老二回来了 他摸到村长身边 突然震住了 他看到了村长身边坐着的那个人了 村长察觉出他的到来 掉过头 掉过头没好气的训斥道 你就不能坐着好好看电影吗 啊 嘴张这么大 你见鬼了 话刚说完 他就觉得不对劲了 顺着夏老二的视线 他慢慢的 转过身去 村长的心事一下子就窜上了喉咙啊 因为坐在他身边的不是别人 正是已经入关的夏老汉了 这村长妈呀野生猛的发出一声大叫 随手捞起地上的椅子 对着这夏老汉就砸了过去 这椅子是不偏不斜 一下子把夏老汉击倒在地 凉久之后也没有反应 这人虽然没反应 可谁也不敢上前探个究竟啊 最后还是夏老二上前 把这夏老汉给扶起来 又一摸他的手 冰凉僵硬 很明显 这老家伙早死了 死人爬出棺木来看电影了 霜水村一下子轰动了 大人们忙着寻找自家的小孩 纷纷回家了 电影也随之中断了 不到一刻钟 空地上就走得只剩下村长 跟几个胆大的男人 村长心有余悸地骂道 妈的 这肯定是人为的 是恶作剧 要让我知道是他娘谁干的话 这王八高子 我有他好看的 这玩笑是这么开的吗 众人纷纷附和 唯有夏老二 他一声不吭 他心里头清楚啊 夏老汉绝对不是被人搬过去的 刚才夏老汉搬回棺材的时候 他看得清楚 老家伙的鞋底底下全部都是新鲜的泥巴 若是这尸体是被搬出来的 没走路的话 那么这泥巴是从哪来的 入关的时候 他可是穿的一尘不染的兽鞋呀 第二天是个雨天 也是夏老汉出殡的日子 想着昨晚的事情 这场葬礼可谓是双水村最凄凉的了 除了几个台关的 全村的人都躲得远远的 夏老二是台关者之一 照说夏老汉的棺材应该是很轻的 他人挺瘦小 这不中不说 就说那口棺材吧 也是用的最差的木材所住的 压根就没什么重量 可夏老二却明显的感觉出 今天的棺材重得出奇呀 哎呀 这棺材是不是进水了 怎么这么沉呢 有人喘着气就问 夏老二自顾自的低头出力 他什么话也没说 突然 他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 夹在雨水击打棺木的声音当中 吱哑吱哑的 再一听 那声音竟然是从棺材里发出来的 夏老二的心开始砰砰直跳啊 这声音非常熟悉 可他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听过 正要仔细去听的时候 前面的人突然站住了脚 原来啊 这到了坟地了 雨还在下着 众人将棺木 一放下就开始往上埋土 埋好之后 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夏老二一个人落在最后面 他采了几把树枝 放在坟沿上 又对着墓碑拜了几拜 这才冒着大雨 回了村去 刚回到村里 夏老二就被村长叫住了 村长一脸焦急地问他 喂 你见到机器没有啊 机器 什么机器啊 夏老二一脸的茫然 就是放电影的机器 不见了 不知道被哪个王八糕子给偷走了 这可是镇长亲戚的机器啊 价值大了 咱可赔不起啊 村长急得都慌神了 夏老二摇了摇头 回家换衣服去了 他才懒得理会这些事呢 再说了 他乐得看着村长焦急呀 那老家伙 虽然身为一村之长 但骨子里却是个奸诈无比的小人 到了晚上 夏老二躺在床上 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翻来滚去的就是睡不着觉 躺到半夜 他忽然一个咕噜就爬了起来 他想起来了 今天棺材里面发出的那种枝鸭的声音 不正是放电影的时候 那个机器发出的声音吗 夏老二再也无心水眠 夏地出了屋去 不自觉的 夏老二就走到了 放电影的那块空地旁边 这放眼一看 他不禁待着了 空荡荡的空地中间 竟然摆放着一台电影机器 这电影放影机呀 支支压压的 在空地上不见人 这机器就这么物资自己转着 夏老二轻轻地靠近了机器 这机器果然在转 但是他很快就察觉出 空气中隐隐约约的 还有另一个声音 另一个很熟悉的声音 夏老二竖起耳朵 听了片刻 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了 那是人的喘息声吗 虽然轻微 但是却听得真真切切的 夏老二 摸了摸额头上的喊 产声说道 咱回去吧 这机器 咱弄不来 话没说完 空地一角 突然晃起几道刺眼的光 紧接着传来了村长的声音 夏老二啊 夏老二 我哪点对不起你了 你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这偷个机器 大半夜的 还偷偷摸摸出来来这播放 你当双水村的人都睡死了 说话间 村长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跟在村长身后的是几个村干部 突然村长尖叫了起来 这上面怎么全是泥巴呢 你把机器藏哪去了 夏老二并不理会他 他轻声说道 伯 回去吧 村长继续叫道 你伯什么伯呀 少他娘的跟我掏近乎 你先把这件事情 给我交代清楚了 这机器要是掉一个螺丝 你他娘的也得给我赔 夏老二摇了摇头说 村长 你看这机器呀 上面全是新鲜的手印 你再看看我的手 多干净啊 众人这才发现 机器上果然都是满满斑斑的手印 这个时候 夏老二又说话了 你再看看 你自己的衣服呀 村长拿手电一罩自己的衣服 脸色当时就变了 他原本雪白的衣服上 不知何时 已经沾满了泥巴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那些泥巴竟然歪歪斜斜的 全是手印 在手电光的照耀之下 显得异常的诡异呀 在场的人 无不打惊失色呀 瞬间 这空地上就只剩下夏老二 以及村长两个人了 村长也想开溜 却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拉住 他怎么也走不了了 这个时候 夏老二说话了 村长 你还是陪夏老伯 看一晚上电影吧 这个影片没看完 他是不会安心的 他是会拽着你不放的 说完这些 夏老二就回家睡觉去了 这一觉他睡得是香甜无比的 村长被吓得魂飞魄散 他清楚地听见 一个粗大的喘息声 正夹杂着自己的呼吸声 此起彼伏啊 这崩溃之际 他突然想起 之前夏老汉顽固地 去村委会理论 一次又一次 被自己强硬地推出门外 想到这里 他一下子跪在了地上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承认你是英雄 大家都承认 第二天一早啊 一个消息 令霜水村都沸腾了 村长疯了 令大家大跌眼镜的是 这个疯子竟然在一夜之间 学会了放电影 据知情人说 他在一个人空地上折腾了一夜 又哭又叫又闹 直到三更天才静下来放电影 然后一个人就坐在空地上 就这么看着 霜水村重选村长 得主竟然是夏老二 新官上任三把火 夏老二烧的第一把火 谁也没料到 这家伙在大会上宣布 死鬼夏老汉是英雄 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英雄 之前村里一直不承认 是因为不想负担他的费用 这下子 村里可就更热闹了 有人说 这么多年来 村委都死不承认 他是战场上下来的 就是为了苛扣 他国家的补贴 这也真够难为他的 又有人说 怪不得是民族英雄啊 他死了 要从棺材里爬出来 看战争片啊